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我是前子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请您打开手机和电脑 在YouTube频道 搜寻我们新闻大白话 订阅分享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泰鲁格号是意外吗 还是政府杀人呢 罹难者家属面对蔡政府 他们的态度竟然是说 我怕说错话 所以我不敢乱恭维 收到这些起诉书的家属要问 台铁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因为只是起诉了两个人 难道蔡政府是局外人吗 好 介绍现场的来宾 评论员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评论员罗友志 前子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 七六行者 遗体修复之工队的王维军 大家好 我是王维军 来 欢迎维军姐 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 必须讲今天的新闻的起点 就是从维军姐 她在脸书上面 来这个po出来的代家属 po出来的这一篇贴文 然后我们心情太乱了 也太痛了 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能说谢谢你 今天收到了起诉书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是一个没有读很多书的人 但是我大概知道 被告好像都是营造商 没有错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 李逸祥还有阿豪 他是一个外籍义工 只有这两个人被起诉 然后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轻判 刑期也太轻了 他们才要慢慢修法 火速要修法 家属这两位家长说 我知道我儿子是搭乘台铁的火车 一个好好的人坐火车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 尸骨不全的人 然后我要去认识 我去认识他都尸骨不全 还要靠七六行者来修补 你台铁没有把我的家人 好好的还给我 我一个好好的孩子出门 破碎的回来 你们要怎么跟我交代 你要怎么跟我交代 交代的人是谁 对林家龙对他下台了 王国财他难道没有责任吗 政务次长升官了 两个人又笑笑 还说你是我兄弟 又在唱歌 这样感觉 好继续这个家属的心声 你们要怎么跟我交代 安全防护 台铁工程安全人员都在做什么 这些被起诉这两个人 也是你们要求他们去做工程 要不然他们这两个人怎么会在那里 那你们的台铁的人工地也没去看 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 什么通通都没有 结果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回应 台铁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对照组 台铁两度在这个辞职交接的会 席别会上台铁两度跟林家长说 部长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台铁对不起部长 台铁对不起部长还是对不起家属 王国才昨天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件事说 如果改革不成功我会走 可是观众朋友 在泰铁阁号之前 普悠马号19条人命 一样王国才他是改革的leader 台铁改革小组的leader 17位 执行长 执行长对不起 执行长 他说没成功会走 你走不走对我们来说其实不重要 你的官位对我们来说 就一点都不重要 这一对老夫妻说 我们跟你要人 我们只要人 还我们一个好好的家人 台铁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你们政府还用火车的事故来募款 还用火车的事故来募款 当我看到我儿子事故不全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离奈者家属的心都碎了吗 就王国才怎么说 虽然这一次死伤很惨重49人 可是大家的怨言比较少 你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 齐文中更是说 公祭的时候看到家属跟部长互动像朋友 你想要拍你长官的马屁 真的这种话可以不用讲了 政府还用这个火车的事故还募款 给了一千五百万 但是拜托这是善心人士的钱 你政府的善心在哪里 一千五百万是要来买我亲人的命吗 没有人要这样的钱有致 从根烂到底 这个政府已经烂到一个 从根到底都烂的地步 根是什么 根是人最起码的怜悯心 没有 前子你刚刚右边那一枕 挂那一挂人 全面哪一个有怜悯心 一句话都吐不出来 最简单起码的一个对不起就好了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右边那一枕挂 请问一下 从发生事故到现在 你旁边那一枕挂有哪一个人 你感受到他们对这49条人命 怜悯就好了 我先不要谈到道歉 烂到顶是什么 所有旁边的人还继续在加码 好棒棒 你们这些人好棒 好棒 好棒 一直催眠王国财 一直催眠林家楼 于是讲出什么话 没有怨言 废话 这些的家属 你等一下问王维钧 问哥哥 阿哥 这些家属忙成什么样子 你们家有出个事情吗 你这样在忙的时候 有办法去怨言什么吗 我跟你讲 什么叫哀莫大于心死 你心已经死了 是什么话都不想讲的 这些家属不就是这样吗 已经疼得没错了再说了 结果你王国财 没办法用同理心 你却告诉他说 怨言没了 怨言没的意思是 痛到没办法怨言了 你应该往另一个方向想 结果没有怨言他把他解读说 我们做很棒 前子 这不是从根烂到顶吗 不觉得夸张吗 做人最起码的怜悯 没有 恐不恐怖 夸不夸张 旁边这些人到底是人还是魔 几乎是魔了 没有人会畏缩这个事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讲不出话来 不好意思 都我不对 没有 怨言少 你没看到 很满意 对我们处理超满意的 这49条人命 我们处理得很好 你们用处理来看待 这49条人命 本来是以后有喜怒哀乐的 本来有食衣住行遇乐的 没了 他有天伦之乐 他有人生的未来 他没了 40岁的小女孩 未来还有多少 可以帮忙家里面的 可以给爸爸妈妈多少的快乐的 没了 他只有一句话 没有怨言 没有 看不到 真的是整个夸张到地步 王国财 我本来还以为他还有希望 这句话完之后 我承认了他是魔 再来 我要讲 你刚刚讲的总体检报告 我已经讲的报道是N百次了 300多页 我敢说王国财 你身为执行长 不要说执行 你连看完都没有看完 你如果敢看完 有做到一半 不要跟我讲这140次什么109 没有 一半就好 我跟你对赌人生 这49岁的人命不会死 结果你有没有做 没有做 太鲁格号跟普悠玛号之间 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一个人 谁 王国财 吴宏谋完之后林家隆 苏贞昌完之后 赖清德完之后苏贞昌 中间一直都不变得只有一个人 叫做王国财 你好意思 你好意思现在说改革没成功会走 你当初的改革就已经是烂了 你还跟我讲成功 下一次还要多少人命 再在你身上 你是不是再讲一次 你是不是要再换一个王国财 然后再讲这种风凉话 我觉得台湾到底怎么了 这些人是人还是魔 王国财到底是人还是魔 我们不知道 不过他讲出来说 这一次家属的怨言比较少 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罹难者家属的怨言 他们的悲痛 我们搜集了一些 请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时候什么 你这个时候还会吃你啊 破了 不是耶 很破了 你每次都听到啊 我怎么感激 我真的很破了 如果说你不大力改革的话 就是真的是太烂了 如果说你不大力改革的话 我认为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件 是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七六行者的发言人 因为七六行者在这一次的意外事件里面 发挥很大的力量 大家知道现场真的是血肉模糊 很多罹难者的遗体是看不到的 就是分散在各地 我们今天这一封信家属新声 也是王维军小姐代po的 我们想问一下维军姐 在这个花莲期间 罹难者家属的新声 为什么你会po这一篇文 其实家属在这两天开始 情绪比较翻腾 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想应该官员要知道 前面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那个震惊和哀痛 其实家属是情绪是很混乱的 所以才会有官怀员问他说 还有需要帮忙吗 坦白讲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谁都家里都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谁知道他后面需要什么帮助 他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 那为什么家属 没有什么抱怨 比较少 其实第一个是检察长 他非常的认真 而且他会跟家属去解说 他非常的接地气 然后安了这些家属的心 然后我们76的团队 进驻得非常的早 那当这些罹难者的家属 认了遗体之后 他们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想望就是 这个团队可以帮我修复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等待 那个时候他们只能 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完整 没有办法多想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们能够 这些官员讲这种话的人 能够异地而处的话 去想一下换个立场想 如果是你 你能不能够这样子去思考 你有没有办法比这些家属更理性 是因为有多少人的帮忙和安慰 但是不是你王国财 你做得好 也不是林家罗 对 你这种话讲出来 其实这个简直让人家非常错愕 什么叫做没有什么怨言 其实家属没有声音 你反而要觉得奇怪 是不是他太痛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讲什么 当这个公祭结束 告别式也差不多一个一个的 应该在这几天就陆续都会 全部都做完他们自己的告别式 个别的告别式 这个时候 所有的伤葬的部分处理完之后 家属的心思会开始整个 放在后续的司法上面 但是这个司法 他们真的这么了解吗 坦白讲不是 所以今天中午 于秀端检察长就有打给我 很快的先贞结前面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要赶快起诉 但是后面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这个也 那个余检察长也非常接地气 然后也非常的有温度 然后请我转达给家属 因为我在林安德家属的群组 所以其实家属对他是没有意见的 大多数没有意见 大家听到这些是当年 当天现场招魂的时候 家属撕肝裂肺的哭声 你说家属会抱怨比较少吗 家属已经痛到无法说话了 这是刚刚姑姑 我们叫他姑姑 因为当地的很多家属 也都叫您姑姑的一个心声 所以我看到这个 姑姑他po这篇文是写之一 所以后面意味着还会有之二 之三之四 家属的心声可能会透过这样的管道 抒发出来 希望政府能够看见 不过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微君姐她特别写说 有很多家属说 或者是家属自己讲说 因为我知识 我受的知识水准比较低 我没有读书 这是谦虚的话 我很担心我说错话 我很怕我说错话 为什么罹难者家属会担心说 自己说错话 这个我说明一下 可能上面没有那么完整 因为其实家属写什么 我完全尊重 不管他写的对或是不对 我觉得大家要同理他 先让他有一个情绪的出口 不要就自己 从自己的立场去做判断 现在拜托大家 不要去评论家属 甚至不要去攻击他 有人攻击家属 有人在我粉丝页下面 就是觉得家属这样说 根本就不理解 但是其实 哪个家属能够理解 到底补偿和赔偿 有什么样的差别 除非你曾经领受过 如果你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 补偿和赔偿的差别 就像很多人把犯罪被害补偿金 当成是国家赔偿一样 所以 我说其实我希望让家属 能够去抒发他心里的感受 那有很大的部分不太敢讲 其实就是怕网络上面的酸民 怕攻击 对 就是 你就 可能你家是两个人 罹那两位 你就拿了三千万 更好业 你知道这个话是多伤人的事情吗 有太多太多 因为我们台湾长久以来 其实在新闻下面那个留言 或是在粉专下面的留言 你会看到那种满满的恶意 你觉得匪夷所思对不对 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会怕 所以我就保护他们 不让他们曝光 有的不见得是人 有的是1450 对 有的不见得是人 有人说1450可能有一些是测译 是拿钱办事的人 其实我也注意到 有些罹难者家属 在第一时间有在讲说 卫福部的捐款的账户 募款的账户 因为他们攻击他说 有一些人说 你要扔好业 你很贪心什么的 家属说我不知道政府要替我募款 我不知道 就是我根本没有智慧的余地 为什么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有家属这样讲吗